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大家好 很高興在這邊看到大家 我就在不遠的地方 大家請來請來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 這應該算我第二次來到宇宙 希望今天的演講會引起大家對 對光對耐尼科學的一些興趣 然後 今天的題目我把它叫做耐尼的光科學 那跟很多耐尼的結構 那麼如果光在裡面運行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不同的傳統光學的行為 我們今天要談這些事情 我們今天首先來複習一下什麼是耐尼 我們常常用的公尺這個單位 大概就是各位都知道 大概就是大車 大概1.0-2米的長度 那所以耐尼呢它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那麼螞蟻呢 大概是幾個mm 那有的種品種比較大隻 有的種比較小隻 大概2-3mm 那接下來就是毫米 那接下來就是毫米 這每一個等級呢都差了三次方 差了1000倍 那麼再來就是微米 毫米下來就是微米 那我們通常一根頭髮呢 大概的直徑是100個微米 100個微米 那麼如果是像蓮花的 這個是蓮花的葉子 它上面的一些補齊物 那它的尺寸大概是20個微米 這個一條白線就是20 就是這個尺寸20個微米 那也因為這裡有這樣子的微米的結構呢 所以那個水滴 滴到蓮花上面呢 就會像一個水珠一樣 它不會彈開來 它會像一個水珠一樣 那當它滾動的時候 它會帶走一些灰塵 所以蓮花的葉子表面 就比較容易不會沾一些灰塵 那麼接下來是 看到這個是血球 紅血球 那它的直徑大概是10微米左右 這樣子一個長度是2個微米 那它的直徑大概是10個微米左右 那接下來呢 更小的話就是奈米的 那它又比微米小了1000倍 那我們所謂的這個奈米探管呢 它的尺寸大概就是幾十個奈米 的這樣子度的尺寸 今天的題目是奈米光學 那在生活上面 我們其實還很常看到的是蝴蝶 那蝴蝶的翅膀 它有金屬的光澤 像這個蝴蝶的翅膀 它有藍色的光澤 那各位看在各個方向 它的顏色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我改變各位的觀察方向的話 你看到它的顏色還一樣 那它這個光的反 你會看到藍色這個現象嗎 是因為我們白色的環境的光 打到這個翅膀以後 只有藍色被反彈回來 所以那個藍色進入各位的眼睛 讓各位感覺到它是藍色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蝴蝶叫Mofo的蝴蝶 它特別的藍 它這個畫藍色特別的漂亮 所以我把它拿來當這個標的 那我們買了好幾隻 那其中幾隻我們拿來做 電子顯微鏡的照片 你就是會等一下 各位會看到類似這樣子的照片 它的蝴蝶翅膀的那個 那個口面 那麼這個蝴蝶翅膀呢 各位看到的顏色呢 它不是像葉子一樣 是因為有色素的關係 那葉素是把一些波長 把一些顏色的光吸收了 那以某一些光反彈了 那麼所以你看到的是綠色 可是這個蝴蝶翅膀的結構是 因為這些洞的關係 這些結構的關係 那麼它把某一些顏色的光 會穿透過去 那某一些顏色的光會反彈回來 那當我們看到藍色的蝴蝶翅膀的話 那它就是藍色的光 會被反彈回來 讓你可以看到藍色的感覺 那這些東西的尺寸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 這樣是一個微米 這樣這一條白線是一個微米 那麼這樣 所以它裡面的一些小洞 都是耐尼等級的尺寸 大概都是一兩百的耐尼左右 也因此呢 等一下各位會看到 我們現在如果要用可見光 去被那些耐米結構影響的話 那那些耐米結構 大概都是幾百個耐米的尺寸 那也因此呢 我們如果 我們現在生活上 其實可以常常用到的一些東西 常常都是可見光的範圍 那那一些可見光的 用的這個圓件呢 它裡面所需要的一些尺寸 大概都是幾百個耐米這樣的東西 那生物上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海老鼠 這個是海老鼠 那它身上的一些 觸鬚一些毛呢 它會有一些 彩虹的顏色 那從不同路色角 去反彈回來到你的眼睛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不同的角度 它會有不同的顏色的反射 那也就是有不同顏色的光 會被 在不同角度 會被反射回來到你的眼睛 那如果把這個 這個海老鼠的毛疤 切過來的話 它的裹面圖 就會看到 一個管狀 一個管狀的東西 那也就是這一些管狀的東西 它的尺寸都是幾百耐米的尺寸 然後它是很周期的去排列的 那因為這樣的結構 所以 這個光打到 這個毛的時候 反彈到你的相機 或者是眼睛的時候 你就看到 這個彩虹的顏色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蝴蝶的翅膀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些洞呢 其實 大大小小 有的大有的小 不像剛剛海老鼠的毛 是比較均勻的 但是 一樣的就是 因為它有這些頭部洞 然後這個洞呢 大致上均勻的 周期型排列 就是規則的排列 那因為這樣的規則排列 那它的大小 又大概是耐米的等級 那這樣的條件 就可以這樣 某一些光波 會被反彈回來 我們看到海老鼠 這些排列是比較 比較 有次序的 因此它反彈的現象會比較好 那另外 在自然界 它有這個叫做蛋白石 蛋白石 會有帶過來一些 那個石頭 各位可以過去看看 它這個石頭呢 是因為 長時間在自然界裡面 有一些液體 那這些水滴 水滴它 長期的侵蝕它 那腐蝕的這個石頭 是它的表面 產生一個一個的孔洞 那這些孔洞呢 當它孔洞都產生大概在耐米等級的時候 那很多地方聚集在一起 它其實都有 會有很多的孔洞的時候 那你看到 那個 當有白光照下去的時候 那就會有一些顏色的光 會反彈回來 那因此呢 我們看到蛋白石 如果你去把它那個 磨光一點的話 你就會看到 有些地方是藍色 有些地方是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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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地方呢 它的洞的大小不一樣 它因此 反彈回來的顏色 就不一樣 好 那在這邊給各位一個 大致上的概念 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反彈 紅色的光 比如說是七百耐寧的光 那大概 它的那個 洞的大小 這個洞的大小 大概是它的一半 這個 七百耐寧的光 大概是紅色的光 那麼 會被反彈回來的話 那這個結構呢 它裡面的洞的大小 大概是這個波長 和一半 那也因此 大概那個洞的大小 大概是三百耐寧 三百五十耐寧 左右 那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可見光 大概都是四百到八百耐寧 那這些波長 跟一半是多少 大概是兩百到四百耐寧 兩百到四百耐寧 那也因此 我們現在看到自然界 如果有一些結構 是兩百到四百耐寧所組成的 像這個結構的話 那它很可能就可以反射 我們現在人眼可以看到的可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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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我影片的話 是告訴各位說 我們現在用 我們現在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可見光 大概是從四百耐寧 到大概七八百耐寧 那這樣子的一個波長範圍呢 它的波長範圍呢 如果把它都除以二的時候 那那個結構的話 大概是兩百耐寧到三百五十耐寧 四百耐寧左右 那只要有那樣的周期性的結構 都可以 那最後還有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貝殼 那我們看到它上面 其實有像那個 珍珠一樣 的那個彩色的光澤 那這個也是一個 周期性結構的造成 那它的周期性結構 不是洞的結構 它是一層一層的結構 它那個每一層 得到厚度 大概都是幾百耐寧的 所以也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 在那個表面可以看到 像珍珠一樣的那樣 金屬光澤的顏色 那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些洞和那些結構 它必須要大致上面 要有周期性的排列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一個題目 叫做光子晶體 這個光子晶體呢 也就是它的病例是這樣 就是空間中呢 不同的材料 它的折射質是不一樣的 那它如果周期性的聚分部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結構 我們就把它稱為是光子晶體 那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的穿透光圖呢 在某一個頻率範圍 或者某一個波長範圍 它會穿透率非常的低 那這個穿透率低的話 就是反射率高 那也就是剛剛各位看到 我覺得是吧 那個藍色的反射率相當的高 那它穿透率是 藍色的穿透率是低的 那反射率是高 那都具有這樣的特性 它很容易具有這樣的特性 那除了這樣子的特性之外 它還可以做一些臨近啊 或者是折射 臨近就是色戰的意思 那麼還有一個折射的特性 折射的特性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從光呢 從空氣入射到水的話 它大概會這樣走 就是這邊是空氣 N不然是空氣 N度是水的話 那光從這邊射下來 它會走到這邊外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正常的 如果用史奈爾定理的話 就可以來表達這個物理現象 那西塔萬是在這邊 西塔萬是在這邊 那這個就是史奈爾定理 那但是呢 如果下面這一個區域的東西 把它換成是剛剛講的那一些 周期形成的動畫 那經過特殊的設計 可以讓光呢 從這邊露射過來以後 結果它折到這邊來 那這邊本來有的 你要看到這個光 結果它還不見了 還不見了 那這樣的現象非常特別 那這樣子的東西呢 在自然界 普通的材料 一般以前我們想像的材料 是找不到的 自然界是找不到這樣的材料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它非常的特別 那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史奈爾定理 這個N1、西塔1、N2 西塔2都是正的 那這樣會不會有這樣的表達的細節 但是呢 如果N1、西塔1都是正的 可是西塔2呢 到這邊 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時候西塔2呢 是負的 西塔2是負的 那這個時候 經過計算呢 我們可以證明說 N5也是負的 那這樣子的特性 就變成說 它的折射率是負的 那這個是 負的折射率的這樣的一個材料 是物理界 是自然界裡面 從來沒有看到 發生過的 從來沒有看到 觀察過的 那所以這樣的科學 就很令人著迷 因為以前 有一些自然界的材料 是完全 你只能 猜想說 可能有那樣的物理現象 可是從來沒有 能夠發覺的 但是應用這樣子的 中期性格 那一種結果 我們竟然可以找到一些 非常非常特別的物理現象 好 那剛剛講的這個 周期結構呢 第一 如果要 如果要有周期結構的話 第一個 代表的話就是 一維的 周期性結構 我們把它稱為 一維的光子晶體 那這個 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像眼鏡上面的多層膜 都會去配眼鏡的時候 老闆問問說 你的眼鏡 鏡片要不要有多層膜 那這個多層膜呢 如果你經過特殊的設計 你可以讓 比如說紫外線 不要通過你的眼鏡 不要通過你的鏡片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保護你的眼鏡 那不要通過的話 就反彈 紫外線會被反彈 經過這樣子的設計 那麼一維的話就是 兩個材料交替的 然後再錄在這個玻璃鏡面上面 兩個材料 那這樣就可以 讓某一些鍋場的光 被反彈回去 那另外的話就是二維的 那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在空間中 一根一根的筷子 一根一根的柱子這樣子 那麼光從這邊或者這邊入射呢 都會有 容易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剛剛講的 有一些波長的光會被反彈回來 那穿透不過去 這個穿透率會變成非常的低 那接下來就是三維的光子晶體 那我們可以想像 你如果排列一些 保齡球啊 天空球 天空球是空性的 比較沒有辦法 排列一些石型的 比如說排列一些橘子啊 這也可以 只是你要排列的東西 如果你要讓可見光反彈的話 那那些東西的大小 就必須大概是自賣在你的 而自賣才行 那比如說你拿一些棍子 來列成炸彈的形狀 也可以 它是三維的 周期性的分布 也可以是一些光子晶體 那光子晶體呢 是這樣 就是在1986年 這兩個人 他們發明的名詞 那這個人呢 左邊這一位呢 叫做Yavonovich 他那個時候呢 在貝爾實驗室 那貝爾實驗室在美國 就有一點類似像中華電信這樣 中華電信研究所 像我們這裡 在那個 在這邊附近 那他的角色 就是在 研究 如何去開發最新的人類的通訊的設備 那那個時候一個八幾年的 他們想的是說 光纖通訊啊 需要的 那個 一個光源的 就是雷射 那這個雷射 我們要怎麼樣再更提升 它的效果 雷射的效果就是 把電能 轉換成光能 然後有一個雷射光速射出來 那目前的 這個 雷射的 從電轉成光的 這樣子的轉換率 還有帶提升 它只有10% 超級高級的 的這個 能量轉換 對 轉換量 那所以有 780的能量都是讓它飛掉的 都轉到熱能去的 那 他在想說怎麼樣把這個能量丟在你身上 那他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說 如果把這個原子呢 放在一個 周系型結構裡面 就是你可以想像放在一個 蝴蝶示範裡面的話 那 他這個 放射出 光子的 這個效果 會更好 可以非常的高 所以他提到這一個 這一個概念 那另外一個人 施少計較 那時候他在 裏斯科大學 他想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要怎麼把光子 把它抓住 不要讓它好掉 那他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說 你如果把這個光子放在 類似 比如說蝴蝶示範裡面 那它就會在裡面 震來震去 震來震去跑 跑不掉 那就可以變成一個 光的電子 我們現在電子是把電子抓住 不要讓它好掉 那光沒有辦法 光你一旦它 開始放射了 就像投影機一樣 一旦開始放射了 你就抓不住它了 它就跑到 地方 然後最後 最後被 往的東西擠射掉 那 你如果讓它抓住呢 那提出來說 如果你把光子 放到一個 中期性結構裡面 那它就會在裡面 一直震盪震盪 它不會好掉 那這兩個人呢 有一天呢 就在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他們聊 他們說 我們要給這個 研究一個名詞 那因為這種結構呢 它通常都是 周期性的結構 像震盪震盪 好多好多洞 這樣子 周期分布的 那麼 它這種洞呢 又是可以光子 來反彈的 所以他們把這個洞 稱為叫做光子 晶體 也一直從那一次開始 那一年開始呢 之後這一類的研究 大家都把它成為光子晶體的研究 那 光子晶體呢 在 在物理界有一個 大家希望能夠發展的 一個領域 一個方向 那麼 我們 知道說 現在用的這個 現在用的IC呢 大概在19 1958年 就出現了 就各位在電腦裡面的 初期版裡面看到 有一些一顆一顆 黑色的東西 那個就是機體電路 那1958年出現 那它的前身呢 就是電晶體 方達齊在1950年 然後在更之前的話 就是真空管 在1911年發現 各位可以看到 從真空管一直到 它變得非常小 變得IC的 滑機體電路 它只有短短的 40年的時間 這個機體滑的速度 非常的慢 但是在光學上 從13世紀我們 在歷史上 就可以知道說 有人開始使用 冒免鏡了 但是到現在 我們的 這個 用的 晶片呢 都還是 VDL等級的 就像各位手機上面 那些鏡頭 都要幾 1米左右 它沒有到 耐力等級 那更沒有 就是還沒有 如果到耐力等級的東西 其實都還沒 沒什麼商業的話 也因此呢 這個大家就想像說 如果你這些 元件 可以把它做到 耐力等級的話 那就有機會 跟光配的 跟電的元件 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開發更先進的 這樣子的一個電路 那也因此 這是一個大家的夢想 希望把一些光的元件 結合在一起之後 然後能夠開發一些光的電腦 這是一個光的電腦 一個實力 好 那那個耐力等級呢 它已經開了一家公司 那它這家公司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做一些 能夠做光 計算的一些 IC 基體電腦在裡面 然後越做 越往光 全部的都是光 的一些計算 來進行 所以 各位也許在 年紀 再稍微大一點 也許你到 到那個NOVA 你會去 跟老闆講說 你要買一條光線 你不會說 你要買一條網路線 你會講說 你要買一條光線 之類的東西 希望各位可以看到 我想應該也會很快 好 那KL其實也在開發 就是說 在一個晶片上面 在一個晶片上面 它希望有光跟電的東西 希望光電能夠整合在這個 IC裡面 這也是大家的夢想 那也就是說 以後的CPU裡面 不僅只有電在中 那也會有光在中 那如果要有光的電腦 光哪 那麼需要哪一些東西 第一個 我們需要有光源 那通常都是雷射 但是它的體系必須 像奈米的尺寸一樣 不能太大 不能像這個雷射這麼大 它必須要很小才行 那需要一些奈米的波導 這個波導各位可以想像 就叫做 比如說光線 那把一端發射的光 傳導到另外一端 看你要傳導到哪裡 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叫做波導 那要有偵測器啊 傳導到那個地方 它要有偵測器 去接受到這個光的信號 那它也不能太大 所以會要奈米的質位 然後要有一些切換的功能 的東西 那做一些0101的計算 那這個東西也不能太大 也要奈米的東西 然後要有一些光 電腦去控制的一些元件 那也要有一些光呢 可以去控制的元件 那這些東西 通通做成奈米的元件之後呢 它還要能夠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整合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現在世界研究團隊呢 它們都開發自己的元件 在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製作方式上面 那麼如果 最後要把整個兜在一起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人工去兜在一起啊 那東西太小了 那麼只好 再做在一個同樣的晶片上面 那這個時候呢 很多的人 就要去改變它原來的設計 那最後要兜在一起 這個是才能夠利 好 那我來看光源呢 在大概10年以前已經有開發 NPL已經開發出這個 雷射出來 很小的雷射 但是它的 它國小呢 也還 仍然是跟一個 一個銅板一樣這麼大 那它的特點是說 它是坐在晶晶片上面的 那像我們這個 這個雷射它不是坐在晶晶片上面 它是坐在三五組的半導體上面 那為什麼這個 NPL它要坐在 坐在晶晶片上面呢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CPU啊 它裡面所有的材料都是錫 它基本材料是錫 不是這個三五組的材料 那錫 另外是錫很便宜 我們現在所有的 泥土啊 還有各位帶防止這個水泥啊 都是錫啊 它是二氧化錫嘛 所以你錫要取的 是非常便宜的 會比這個 像這種三五組的材料 會比更便宜 也因此 Intel要開發這個錫了 但是錫在 傳統物理上 是不發光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發光 那底因此呢 很多人在研究 怎麼樣讓錫發光 那也要做到那一個 才有辦法 可是它發的光太弱了 那它就要做得很大 才有足夠的光跑出來 那這個 這個還是目前 需要被開發的關係 就是要它做小一點 的一個光源 就是需要被開發 那另外呢 這個 鳳丁爾呢 大學 它 它 它們開發了一個 螺旗掌 就是光做0101計算的時候 需要一些螺旗掌 那麼 它這樣是這樣 就是這邊有個波動 也是光會從這邊走走走走 連著這條路走 但是旁邊又有一個圈圈 那麼這個光呢 走過來呢 有一些波長會通過去 另外一個波長會在這裡面照 那麼 如果說這一區 這個白色的區間的區域 如果你上面給它打一個很強的光上去的話 那麼 原來在裡面照的這個光呢 原來在裡面照的這個光 它就會跑出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的原理呢 可以當作一個電腦 可能0101計算的螺旗掌 那所以 所以這個各式各樣的元件呢 在做光電腦的元件呢 那事實上 大家都在想辦法來開發這樣做 那除了做光導之外 那你光科學呢 還用到了 我們現在用 在生活常常用的LEE上面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白光有LEE呢 絕大部分它上面呢 都有做了耐寧結構 那樣的發光效果才會 才會高 那這樣的開發其實在沒有幾年 在幾年之前 才被提出來了 然後反正就應用到 像平障面的地方 如果現在有 如果現在各位看到高亮的部位的LEE 那它上面都 都已經有做了耐寧結構 才會那麼亮 那為什麼要做耐寧結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學過基本的光速呢 那這個 GAN這個東西 氮化架呢 它是 一個半導體 那麼 我們現在用的白光LED呢 它的光子呢 它的光呢 就是在這個半導體裡面放射出來 那這個光一旦放射出來 它四面發光都會有發光的 但是呢 往上的光都會穿透出來 可是到了臨界角的光呢 它出不來 它會被反彈回來 它有點出不去 它會스� functions 卡織抓抓抓抓抓 最後吸收掉 變成熱 所以你的眼鏡會越用越燙 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 這個臨界角的 大概是38.75度 那如果我們橫軸發一個 顕色角 這是轉圖是發 pens 能夠穿透出去的光 能夠有多少得 arb 零度的光 川頭出去的量最多 那當腳步越來越大的時候 到連接腳的時候 光就出不去了 光就穿透出去的量就會變成力 那這條曲線是這樣的話 那也就是啊 這邊一大部分的光 根本就是它都可以掉了 它根本就出不去 那這個出不去的光 就在這個半導體面執照上 最後被吸收掉變成直線 那原件就會越用越大 那也因此呢 如果能夠在這個上面 這個表面做一些手腳 讓這個光能夠出去的話 你隨便就挖一塊 從這邊挖一塊過來的話 你這個亮度都可以增加很多 所以現在的白光有力 它能夠亮度比這個 比這一塊還要來得多 那其中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它的表面做了一些耐火結構 讓這個光可以出去的很多 那像這樣的一個例子的話是 他們做了一些耐火結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比較亮一點 旁邊就亮了很多 那另外還有一個應用 在奈米光科學上面的應用是 叫做光子晶體光線 我們知道傳統的光線啊 它是利用 這個是傳統的光線 它是利用折射率的捲擺設的原因 就是中間的核心呢 這個光線的折面圖喔 中間的核心折射率比較大 那旁邊的地方折射率比較小 那光從這邊打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這邊照著全反射 光就反彈回來 然後再反彈上去 然後再出來 就到了光線的另外一端 那這樣要達到反彈的這樣的原因呢 它可以利用光子晶體來取代 那也因此呢 光從這邊進去 它進不去 它反彈回來了 那到這邊也是一樣進不去了 它會反彈回來 那就可以到光線的另外一端 那如果去做我面圖的電子顯示鏡的照片 就會像這樣子 它的中心呢 其實對旁邊不太亮 長得不太亮 那這樣 這邊的中心就可以把光局限在裡面 不要讓它散開 那這個光線有一個 傳統光線 一個好處是說 它的核心比較小 這個有剛剛這個核心 這個核心喔 在傳統光線大概是10個微米左右 可是這個 光子晶體光線的中心呢 大概要小了 變成只有3微米左右 小了3倍 那麼它的 如果你可以把相同能量的光打進去的話 它很容易產生 這個叫做超光譜的光源 超翻頻的光源 那麼也就是光 雷射光打進去 它整條雷 整條光線呢 就變成白色了 那這樣子的東西 它在光線的出口 這是我們自己拍的一些照片 它在光線的出口呢 會有一個很亮的白點 那這個白點呢 它的寬 它的波長呢 可以從500奈米一直到1800奈米 那就像是我們普通的白色燈泡 白的燈泡 以前那種烏絲燈泡 那它的屏幕也可以還蠻寬的 只是說烏絲燈泡它的大小就是幾公分那麼大 那麼做烏絲燈泡 某一些應用的時候它都好做 沒有辦法把它縮小的話 但是這種光線 它的光源出來的時候 它的點是非常的小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 這個是五維銘喔 這裡是五維銘 所以大概這邊是五維銘左右 五維銘左右 那麼小的一個光源 它出來的光 亮點其實還蠻亮的 這是最後出來的哪一張紙 這裡是一張紙 那投射在紙上面這個亮點還蠻亮的 那這樣的一個很小的一個五維銘的光源呢 它就比這個白色燈泡呢 就小很多 然後它的能量力度也非常的高 那它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應用 那這應用都不談 只是說它從來沒有那麼小的光源 白光光源 可以做到這麼小 那用這個光子機的技術現在就可以做得到 那中央大學呢 因為有非常多的 要製作剛剛講這些耐米元件的設備 包括電子的還有光學的這些設備 那也因此呢 在中央大學有一個團隊呢 我們研究了很多耐米光科學的一些物理的一些元件 然後這些都是製作上面的元件 那它們呢 靠這些元件呢 當然靠這些設備呢 就可以製作電子的還有光學的這些 還有光電的這些設備 這些元件出來 最新的這些元件出來 那像這些是兩側的設備 我們需要光源的政策去做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在中央大學利用這些設備 所開發出來的一些吸引的元件 那第一個是光子機體的光源 那這一個題目呢 是 就是 物理系的徐子民教授 他主導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幫忙的是說 做這個 這些洞的設計 那它這個題目呢 主要就是要做單光子光源 我們現在雷射 射除完以後 它的能量如果去換算有多少光子 它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這個題目呢 是要做那個雷射射除完以後 它一次一個時間點只有一個光子射出來 它能量是非常的微弱 沒錯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它可以做一個光通訊的應用 那這個應用上面呢 它可以這樣 這個光通訊的保密性也非常的高 你只要這個光纖被剪掉了 那這個光纖兩頭的人就會馬上知道 這個 我們現在有人在偷拼我們的光線 那我們就不要再傳我們需要的信套 所以它的保密性就非常高 那也因此呢 各國都在想辦法去開發什麼 叫做單光子光源 那大家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 在箱子組的半導體上面 我們去 一個半導體上面去挖了很多洞 那這些洞呢 裡面呢 它這個地方它會放射出光子出來 會放光出來 那這個地方 放的光呢 它一次只放一顆光子出來 非常微弱 那這樣子的東西就可以拿來做剛剛講的 高保密性的這個光工具 那麼 這個是一個實驗的結果去證明出 它是 單光子的光源 在英文上叫做什麼 單光子的光源 那除了單光子的光源以外 我們還拿這個剛剛講的 做LED的這個材料 蛋化架 來做雷射 那這樣子的題目是以前的人沒有做過的 以前從來沒有人拿這個材料來做雷射 但是這個雷射呢 卻是需要 但是這個材料的波長呢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LED 它大概發的波長都是藍紫色 那這樣的材料 去做出來的雷射 它的顏色是藍紫色 是需要或是非需要的 然後如果它能做的很小 那這個共性就將來很大 那麼 所以我們拿這個材料呢 在純石鏡上第一個 去挖了一些小洞 那這些洞的直徑大概只有60奈米 那麼去 然後去做雷射出來 那這個 這是兩個光谷 一個光谷它的橫軸的話是波長 縫軸的話是發出來的光的強度 那這一區就是氮化架的發光 這個各位可以不用看 這個是我們擋在氮化架上面的光 那它的能量呢 去轉換出來 去轉換出這個光 那這個是打在整塊的氮化架上面 沒有動的地方 那當我們打到有動的地方 就會發現說 哇 這已經跑出一個雷射出來了 它在光谷上 跑出一個很細的雷射出來 那這樣其實就是做出 就是這些第一個 蛋化架的雷射 那其實後來呢 我們又想辦法讓這個 這個特型一樣能夠更好 所以我們利用了 日本有一個摩拉教授 他提出來的一種結構 那當初他的研究的時候 是做在另外一種材料上面 那我們把它拿來用在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蛋化架材料上面 就是像這樣 用來給他這邊一排啊 他缺了一排動 那這樣的結構呢 可以將這個雷射的品質更好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確 那這個雷射的品質 過去的這個蛋化架的雷射還要來得很好 那還有另外就是做一些光通訊 要做的用的元件 那這個元件它的功能呢 是這樣 就是我們把光呢 打進去之後 好幾種顏色的光打進去之後 這兩個輸出端 這是輸出端 是一個輸出端 兩個輸出端 他會把兩個顏色的光分開來 兩個顏色的光一起 從這邊輸入端打進去 那經過這邊呢 他會把兩個顏色的光分開來 那這樣子的完成 我們有兩個頻道的光進來的話 那這兩個頻道的資料 就可以被分開來 那它裡面的結果長這個樣子 那是由一些柱子 所排列而成 這個柱子呢 大概每一隻是兩百耐米 那麼在這一區呢 沒有柱子 在這一區沒有柱子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就會把這兩個顏色的波長 把它分開來 那這樣的元件在光電腦 我們也是需要用到的 那這個元件也一樣 的功能 只是它的結構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圈圈 一個六角形的圈圈 那光從那邊進去 兩個顏色的光會分開來 一個波長從直走 另外一個波長在這邊照 從這邊射進來以後 在這邊照 照了以後 從這邊跑出來 到這邊出去 那這一個題目呢 是 是 我們有靈音樂也就有題目 是從這篇論文開始的 這篇論文是MIT 他們發表的一個光線 它中間是空的 然後它的中間的 空的牆壁呢 這樣子一條 是大概100 這個白線是100個微米 是相當大的 100微米 那麼它這個白 它這個白色的圈圈呢 它放大的是像這樣子 它度了很多波成膜 那波成膜就是會反彈 某顏色的光 那麼它拿這個光線呢 它來傳導CO2雷射 CO2雷射呢 CO2雷射呢 二氧化碳雷射呢 是 波長是10.6mAh 10.6微米 10.6微米 那10.6微米的光呢 被侷限在這個中間的空氣當中 它們會跑到旁邊去 會被這個強力反彈回來 那麼剛開始我看到這間空氣的時候 我不曉得為什麼它要 它要去傳導CO2雷射 因為光通訊用的波長呢 是剛剛各位看到的 這種波長 1.3微米 跟1.55微米 各位如果以後用到那個 家裡有光通訊的設備的話 如果中華電機的光線 直接到你的 按摩桌上 那種波長可能是這種 波長 可是為什麼這個 路門還要研究 10.6微米的波長呢 好奇怪 通常這個波長的 雷射 通常是用來切割 用的 那個時候很怪 覺得很怪 那後來到一個研討會 那這個 Juan Horus這個老師 他上台報告 那原來後來我才知道 他們在這個 光線開發之後呢 他們把這個光線 是倒在地裡面去 那從光線的一頭呢 很大很強的CO2類色 然後呢 另外一頭 用內視鏡去看 看那個光線被倒進去之後 它燒到人體的腫瘤 把那個腫瘤燒 燒掉 那原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們當初開發這片 這個圓件的時候 這個光線的時候 他們固定就是要做手術用 然後他的 他在那個 那個研討會上面 他播放的影片 就是看到那個腫瘤 本來是開始 造出那個CO2類色之後 那個腫瘤就開始起水泡 因為那個是很燙的雷射 你如果手去燙到的話 它會跟燙上的現象完全一樣 所以那個腫瘤開始起水泡 然後水泡破掉之後再繼續燒 那水泡就破掉了 它破掉之後 那個東西地方就開始焦黑 然後最後那個腫瘤就整個不見了 就相當神奇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貢獻就很大 因為你不用再用傳統手術 把肚子打開來 然後把那個東西切下來 這貢獻相當大 那他就說呢 他這一個影片呢 是用75瓦的這個CO2類色 他說如果他跟200瓦的軌色去打的話 這個整片全部都是冒煙的 他就死都看不見了 他們也試過很多這個痕跡試驗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奈米 光科學去用到 醫學上面 這個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貢獻 非常好的運用 那我們實驗室呢 把這個技術用在 還是用在光通訓標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做光學電腦 那麼我們有兩個 細晶片 這個是細晶片 這零塊是細晶片 那上面也有一塊細晶片 兩片東西呢 去把它面對面這樣把它黏在一起 那上面的那一片呢 有挖了一個凹槽 挖了一個凹槽 那這兩片東西上面都有錄了多層膜 這樣一層一層 各位看到一層一層的東西 多層膜 那這個多層膜 剛剛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多層膜類似 這個多層膜類似 類似 那它反正它就是會反射 一些波長的光出來 那也因此呢 光呢 可以被局限在水裡 它不會跑出來 那它的輸出呢 光 就會看到一個光點在那裡 那這是一個學生做的 那他發表了 很多路 那另外一個學生說 這樣比較 這樣太麻煩了 這樣要兩葉同心黏在一起 太麻煩了 那這個學生呢 我這個學生就另外 他用一個細晶片 它上面一樣是做的多層 但是它本來 它在裡面的房間 可以充一個塑膠的材料在裡面 然後等到上面的多層 蓋上去之後 這個塑膠材料就想辦法把它抽掉 那就形成這樣 也是一樣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做光波導 可以像光纖一樣傳導光 跟一個連結 然後後來 另外一個學生 把這個衣機 把它灌到這個 這個洞裡面 這些洞大概都只有幾個微米而已 像這樣 A線這邊是5個微米 所以這個磁性大概只有 6-7個微米而已 那麼我們把 這個液晶呢 想辦法把它灌進去 用呼吸原理把它灌進去 那灌 我們可以灌到好幾公分的長度 那灌進去之後呢 上面有一個電極 下面有一個電極 那我們現在常用的這個液晶螢幕 它其實也是一樣的原理 就是加了電壓之後 那個液晶會旋轉 那麼 這個光 裡面的光的傳透率就會被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液晶螢幕 你的液晶螢幕 配合顏色的顯示 那麼 我們在這個 這個東西上面呢 加電壓 這裡有一個電極 紫色的電極 下面這一盤 這個面呢 有一個電極 那兩邊去加電極 那我們就可以看 把光呢 從這邊打進去 然後另外一頭 光會輸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加不同電壓呢 它的顏色可以從 全白 然後從橘色一直到綠色 一直到黃 綠到黃 全黃 它可以做一個全彩的 這個 綠光 就是可以綠波 那這個東西就不可以拿來當 做 比如做投影機 你可以做掃瞄的 這個清晰器 那應用費相當多 而且這個電壓不用太高 大概只有8伏克 它從5伏克 到8伏克 這裡真的 光就會衰減很多 我們通常用的電路 都是3伏克到5伏克左右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低的電壓 是相當有好處的 那另外這個研究呢 是這樣 這個PC就是光子晶體的意思 那Lens是透鏡的意思 那我們是這樣做 就是 我們挖了一些洞 這些洞的大小 是漸漸的變小 從旁邊漸漸的變小 那這樣整體看起來 這個東西呢 就會像一個透鏡一樣 那當光從這邊打進去 的話 穿過這個節奏以後 它會被聚焦 它聚到一個波島裡面去 那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模擬 光從下面打上去 那通過這個透鏡之後 聚焦 聚焦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密集 那我們去比較一些其他的方法 在文獻裡面已經被開發的一些方法 我們發現說這樣子的結構 事實上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在等距離裡面是最好的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元件呢 它可以做的很小 只有10威力 然後它又可以把傳統的 光纖的光 導入到一個只有 小米威力 奈米級的波島裡面去 那這個 你這個研究的是要做 光電的整個 剛剛我們前面有個影片講到說 每一家 這個 世界上研究的團隊 他們開發的原件 都在不同的材料上面 然後不同的自己的製作方法 自己的原理 製作出來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些東西 兜起來 你不可能用手 去把它兜起來 因為東西都太小 那也因此呢 我們必須要在一次的製程裡面 就要把這些東西 統統能夠設計在同一個晶片上面 然後兜起來以後 就能夠做兩側了 那我們也做這件事情 那各位可以先看這一張照片 它是 這邊 這邊有三個電子 這三個電子 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光偵測器 所要量測的時候用的電子 那這邊也有三個電子 那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是 這一個光偵測器 所要用到的量測的時候 的電子 那這個原件 它是這樣 就是我們把光從這邊打進去呢 它是把兩個顏色的光把它分開來 那走這邊呢 是一個顏色的光 走這邊是另外一個顏色的光 然後從這邊呢 我們看到這邊的放大圖 這一區的放大圖就是這一區 那光從這邊來 從下面這邊來 然後這邊呢 那這裡的電子會去感應到這個顏色的光 那就會反映出一個電壓出來 那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光 顏色的光可以從這邊 那這邊也會量測出另外一個電壓出來 那也因此這個光 只要從這邊打進去呢 這個光偵測器 對於這兩個顏色的光 就可以偵測到 那這一區就是我們的光子心理的區域 就是剛剛這個 示意圖的這一區 那它的放大圖在這邊 各位看一下這一區其實沒有動 那這邊沿路上也沒有動 然後這邊輸出一個顏色 那另外一個顏色在這邊 這邊區 這一區沒有動 那光就會沿著這個沒有動的地方 去走 另外一個顏色走這邊 光就會沿著這個沒有動的地方 去行走 那這個圓件就可以放兩個顏色的光 按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叫做 Toros Wave Guide 一樣Wave Guide 但是撥倒就是像光線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用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圈圈 就像甜甜圈這個樣子的東西 這種形狀的東西 一環文 就叫做Toros 英文叫做Toros 那麼 我們把它稱為是甜甜圈撥倒 那它的形狀會長在這個樣子 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中間啊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環 然後每一個環其實不太一樣 把它排列成形 然後 這樣的一個平面的網絡環 然後下一個平面的網絡環 然後下一個平面的網絡環 下一個平面的網絡環 那每一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是同一個環 這樣 一直為對 那中間呢 這個中間 它就可以導光 光就會從這邊走過去 它不會散到那邊去 就像這樣子 視力圖這樣 光會局限在中間 然後最後再散開來 那麼我們把它做一個電腦模擬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一區是環 這一區是環 那中間沒有環 然後光就從 在這裡面局限住 這個比較黑的地方 就是有光的地方 比較白的地方 就是沒有光的地方 那麼 這光就在裡面濾線 然後最後出口的話 光就散開了 那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結構之後呢 我們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光 不要讓它散開到 散開了這麼大的腳步 看有沒有辦法把光集中一點 那麼 我們就提出來說 把這個光 它根據一個原理 把這個光的位置 把這個柱子的位置 這些甜甜圈的直徑呢 把它稍微改變一下 那就可以發現說 它出去的光呢 它是非常的準直的 非常直 那這個有什麼應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1968年 美國的一個科學家叫做Glycer 那它提出來說 如果我們用太陽電子 太陽能板 在外太空的話 放到衛星上面的話 那它根據它計算的結果 這樣子的一個成分 會比我們把太陽能板 放在地球表面上 來的高很多 有它的好處 那因為這放在外太空的時候 放在沒有大氣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大氣層對於這個太陽光的吸收 就沒有大氣層去吸收太陽光 那也因此我們放在地表 地面表面的 其實照射到的太陽光 其實有大部分是被 那個大氣吸收掉的 它是浪費的 也因此它衛星上面 這個大氣 這個太陽能板 它有大好處 它第一個強 太陽光會比較強 第二個就是說 像現在印度 南印度他們現在 今天新聞已經是1700 因為這個太陽太舊了 那麼 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 東西在 在這個 外太空的話 那這個衛星呢 它可以去移動到 太陽光照射太強的地方 你可以把那個太陽光擋住 你可以做得很大 好幾公平大都可以 那個太陽很大 你可以做得好幾公平大 那你就可以把 某些地方的太陽光 把它遮住 不要怕照射到那麼強 那你 像南印度如果有 那個 就是熱浪 熱浪的關係 那個地表如果太高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藉口 去把它擋住 讓它不要有一些 不要一些災難 所以它有相當的好處 那它這個太陽光 接收到之後呢 它這個 全部的能量會集中在中間這邊 然後它利用微波的方式 傳送到密球來 那微波就是我們各位手機 用的那種電子波 就叫做微波 那它是選另外的波長 來傳送這個營料 那根據它的計算呢 它這個傳送到 地面上的那個 地面接收站 必須要像一個 飛機場那麼辣 那也太大了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們現在的科學 天線科學上面 如果你那個微波要 要足夠的實相性的話 就是它 它散開來 那個微波的光速呢 散開來 不要散開那麼大的話 那個 那個不好設定 不好設定 那也因此呢 我們提出來說 做這個結構 利用我們的天津均波長的結構 就可以把這個 微波呢 很其中的光速 就往前一直走 那地面上的接收站 你就可以再也 不要做那麼大的 你可以縮小它的接收的這個面積 那對於 尤其是 特別是有些國家 它的那個地 是很小的 譬如在台灣 我們地是相當 相當小的 那對這些國家 就有相當的好處 那我也 其實我也寫信 我就寫信給這個 他們在最近幾年 美國在最近幾年 NASA他們又重新提出這個計畫 希望能夠把這個太陽一半 射到太陽一半 射到太陽一半 他們在歷史上 從1968年 一直到現在 他們提出好幾次 要做這個計畫 但是 總是做到一半 就是某一些 經濟的因素 或其他的因素 他就有提出 那前幾年 他們又重新要提出來 這個計畫 那我就寫信給去給他們 已經做這個計畫 做到一半的這個計畫主持人 專門做天線的這個部分 的主持人 那跟他講說 用這樣的結構 用這個結構 就可以讓這個電磁波 那個 傳送回來的效率可以更高 他們就很有興趣 那其實我們也希望 有一點我們的東西 可以上外來用 這個是 這是大家的風險 這不是不可能的 是絕對有的 而且現在通訊中 怎麼這麼方便 我們小時候 你要跟那些人聯絡 你第一個你要找得到他的名字 我們小時候沒有 沒有忘記往路 找得到他的名字 第二個你還要寫信訊 那他不見得會回 那現在的方便很多 再來這個題目呢 是我們利用一些小球 這些小球呢 有微微等級 有耐力等級的小球 那他 各位可以想像 這些小球 就是懸浮在水裡面 就像牛奶一樣 你想像他就是一罐牛奶 然後這個牛奶呢 倒出來又 載波片上面 載波片上面呢 讓他乾掉 那這些小球呢 他水跑掉的時候 小球就會堆積在 這個載波片上面 那麼 當太陽光照射過來以後 我們去拍這個 這個 這個玻璃片 那不同的 尺寸的小球呢 他反射的話 顏色就不一樣 那 這樣子就可以 這樣做 就是做一個 三圍的 光子晶底流的技術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一張照片的話 是500奈米的小球 500奈米的小球 直徑是500奈米的小球 直徑400 直徑300奈米的小球 他從反射 他說反射的光 被影射的光 從紅色的光 從紅色的光 從紅色 那如果去看一些 電子顯微鏡的照片 就像這樣 那這個球 每一個都非常的距離 對鏡頭非常的漂亮 那麼 可以講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把一瓶水產 或一瓶牛奶 把它放乾之後 它一定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 就是它的厚度 不會均勻的 但是我在我們的實驗室裡面 我們開發出一種製程 製作的起訴是 它可以一大片 像這樣是十公分的直徑 一大片呢 都非常的均勻 都只有一層球而已 我們開發一個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就很有用 因為我把它鋪在LED上面 這個是一個LED的示意圖 我們把它鋪在LED上面 然後上面就會有 那些出燥的表面 那個球就是一個出燥表面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做 後面的一些製程 那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就可以讓這個LED的光 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 它就光了出來的量 就更多 那因此LED的量度就提升了 然後另外就是 太陽電池 我們也用相同的技術 這個太陽電池是 光要進到半導體裡面 那我們用這樣的技術 把球附在這個太陽電池上面 那光進來的量就變多了 那LED是光要出去 那因為光是可立的 所以說光出去 又要進來 都可以用相同的技術 去讓它的效率可以提升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呢 在2006年我們就賣給了這家公司 叫宇宙科技 那他們的量度提高了40% 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是前一屆的這個 教育部長小美林教授 那那個時候他是中央大學的副校長 那我們把這個技術就賣了 他們也常常高興提升他們的 那個LED的品質 那除了光的題目之外呢 我們也做聲音的 的生子晶體 那它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波 那通過了奈米結構以後 或者通過了一個週期型結構 不是不一定奈米結構 通過一個週期型結構 那有一些波長 有一些波長的這個波 會被反彈回來 那這一個呢就是 我一個學生我送他到 法國去念 博士班 那他同時拿到了法國的博士 也拿到中央大學的博士 那他是第一個 中央大學的博士班學生 拿到 畢業的時候拿到 中學為博士的一個學生 那他現在已經在彰化師班大學當教授 那時候他在法國時候做這件事情 他把這個球呢 鐵球 然後弄在這個壓克力裡面 然後固定住 然後用一個麥克風 一個喇叭 那把那個聲波 一個是放射 然後一個是接收的 去看看他這裡 哪一些波長的 的那個聲波可以被接收到 那這個就是一個 生子緊急 那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另外他們也在水裡面做這樣的實驗 這是可以泡在水裡面的喇叭跟那個火 那麼這些是一個一個的鐵柱 那裡面有一些結構 那這樣子的東西就可以拿來做生子緊急的實驗 那為什麼要在水裡面呢 因為水喔 對於聲波的那個傳導 比較容易 如果在空氣中還比較不容易 那個喇叭 應該講那個喇叭的聲音要出來的量 會小 比水小一點 在水裡面出來的量會多一點 所以這個時間在水裡面做 好 那麼 我們以上所做的這些元件呢 我們的夢想就是要能夠在 一個晶片裡面做出一個光耗出來 那也因此剛剛各位看到的一些元件 其實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能夠做一些光耗的一個基本元件 然後我們現在也做出整合的一些工作 那希望未來有一天 各位去這個NOVA買這個電腦的元件的時候 你會說我要買一個光線 我要買一個波檔 就不再是現在我要買一個什麼界面卡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最近各位如果有去中華大姐的話 你們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國際光之年 這個活動就今年整個年都叫做國際光之年 那其實它是紀念這個 這個海瑟姆在2015年 它所出版的第一個光學 有關光學的書 那麼從那一年開始 那經過了一些年 那我們希望能夠這一年去紀念這一件事情 那當中還有很多著名的科學家 比如說阿易斯坦 那麼這一個 這一個 燈呢 其實從燈會 台中燈會開始 從年初台中燈會開始 它也就擺在台中 那最近 我們經過了另外一個地方以後 最近6月 5月18號的時候 一到中燈大學 在我們空電信息館前面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Facebook的 的那個網頁 粉絲網頁 可以到那邊一個造像 然後可以打卡 那 萬一各位 如果這幾天天氣變好了 今天天氣還不錯 等一下下課 我們有去那邊走走的時候 可以去造個像還可以打卡 那我跟我的同事 人民堂教授 在2006年的時候 我出版本 忘記記結束 然後在2010年的時候 沒有 沒有在台南一次 如果有興趣 對這個題目 有興趣的同學 立訓 你來看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在 留學法國 所以我在 回到台灣之後 把我現生活的一些點滴 留學的時候的一些事情 把它記錄下來 那 把它出版出去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一定去出版台灣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今天你有講到 就是有一個光線 打到中方說 那這個光線會發亮 那 可是你 可是光線不打 你知道各位就會 你剛剛會把光線都全翻出去 那為什麼 外面太亮 為什麼會發亮 它發亮的原因就是說 它那個光澤晶體 其實 剛剛講說 它能夠反彈回來的波長 只有一個反彈的波長 它不是很寬的 那也因此 它能夠 它能夠局限住 那個打進去的那個雷射的光 還有它附近波長的光 可是 再遠一點的波長的光 雖然上升了 可是它不會局限在核心 光線的波性 那也因此 其他 它會散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整條光線的白色 那當然在出火關 你可以還有 還有一些光 也是白光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工具的問題 我記得一開始有說 有人用周期性的一些原素或什麼東西 或有什麼光線之類 可以有舉例嗎 OK 同學的問題是說 用周期性的結構 如何把光線結合去現在那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頭文件 好 其實剛剛我們有做一個雷射的 那事實上雷射跟波長 我們從波長開始看 比較快 好 這個是雷射 就把光子局限在 周期性結構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 這裡是周期性的結構 這裡也是周期性的結構 那當光子在這裡面產生的時候 它往這邊揍走不過去 它往這邊揍走不過去 它就會往橫向去走 這樣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在這邊 我如果也做一些動的話 那麼中間的地方 沒有動的地方 光子就會被局限在這裡 它就跑不出去了 它當然上下沒有動 那它還是會跑出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三圍的 把光局限在裡面的話 你整個三圍的空間 都必須要做一些周期性的結構 就有辦法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剛剛講三圍的結構 要把光子局限在住的 那一篇論文 它是一個理論的論文 它不是實驗的論文 它沒有做實驗 它是提出那個概念做的 那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去實現它 但是大家都相信可以做一段 因為二圍的結構已經 證明它是有效果的 最後會消失 最後會消失 這個在裡面 停留在這裡面的光子 最後會消失掉 因為它震盪 它來的震盪太多次 它就會有機會被吸收掉 被材料吸收掉 它也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才要去開發中空的波動 如果你結構是一個中空的 旁邊都是用三圍的光子 或二圍的光子機 把它覆蓋住 它中間是空氣的話 空氣的吸收是最低的 那它光子在裡面存留 存活的時間 已經變得最長 所以我們才會開發那些中空的波動出來 來 這個鳳啊 跟旁邊的動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就是會造成剛剛講說 變磁波會反彈的這樣的現象 那 就像 我們從頭開始講 就像是 眼鏡上的多層 是兩層 兩個材料 這樣堆連上去 那麼 這個是一圍的 那你把它做成二圍的話 你就可以想想是一些洞 或者是一些柱子 那麼 你光從旁邊搭進去之後 它就有某一些顏色的光 會反彈過來 當然 有很多波長的光 很多顏色的光 會穿透進去 那也就是沿著 剛剛你講的 沒有洞的地方 它就會沿著那邊去走 是沒錯 但是這個 這樣子的周期性結構 有對於某一些顏色的光 它會被反彈回來 那 反彈回來的話 它能夠走的地方 又往這邊走 那事實上 我們這邊能夠做雷蛇式 這些洞都會 雖然看起來 好像差不多大 事實上 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是長一點點 只有差幾個那裡的大小而已 那會造成 它這個光呢 往這邊走的路徑 其實一點點而已 它能走 它不能走太遠 它又會被反彈回來 那因為這一邊它不是利用 洞的結構 來把光反彈回來 它是利用這邊的洞呢 它的大小 稍微的改變一下 讓這一邊的光 有一些光 會過去 會被反彈回來 也因此它這個光 過去 要被反彈回來的量 會比較多一點 如果 如果我們這邊 如果是做一些洞的話 它會從這個 晶體的表面 就跑出來 它雖然有一些光 會被反彈回來 可是有很多光 會跑出來 它就浪跌掉 所以 它這個結構很好 就是說 它光可以反彈的量 會比較多一點 它因此 它做出來雷射的品質 就更好 好 有沒有同學的問題 你剛才一開始 然後你說 如果我們要反彈 某個波長的光 那 我這個結構的大小 大概就是它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讓我在想說 那 這 那 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 怎麼運作機制 最根本的原理 是不是主波 主波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有兩邊的 鏡子 或者是繩子 你把兩邊固定住的話 那中間是主波 但是 但是這種結果 它 它旁邊沒有把光 光波的兩頭 去把它固定住 所以它 而且它這個光波 是可以密集的 主波的話 這個意思是 你把這兩頭固定住後 波過去又是被彈回來 然後另外一頭又把它固定住 這個東西才會叫做主波 那 如果你要 用主波的概念去 看的話 主波的基本定義 如果兩頭是被固定住的話 那這個沒有辦法 被看成是主波 因為它的波是在運行的過程 那碰到 有一些波長它是被彈回來的 可是被彈回來的波 它也沒有兩頭被固定住 所以 所以我認為不要把它看成是主波 但是如果你說做雷射的話 雷射的確它這兩邊是緊急 那它在裡面 波是在來回控陣的 那要 這個雷射的控陣槍 這兩鏡子的距離 是裡面波的半波長的整數倍 就像是你可以想像它就是 這樣子 像神波這樣上去下來 這樣一個波長 它必須是半個波長的整數倍 那你如果看成這樣的話 它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主波 如果是雷射的話就可以 兩邊是鏡子的話就可以 如果它 如果沒有兩邊都是鏡子 都是光是鏡子的話 就沒有辦法看成是主波 只有一個鏡子就沒有辦法看成是主波 只有一個鏡子就沒有辦法看成是主波 主波的概念通常就是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繩子 那麼它的兩端被固定住了 那這樣子的話是一個主波 那麼 但是如果光子晶體的話 剛剛我們談的一些事情 都是比如說一些洞 那麼它沒有 它沒有 它如果只有一端 有光子晶體 那麼這個波來了以後 它要被展開回去 那這個波的兩頭 並沒有被固定住 所以它不能成為主波 那可以成為主波的時候是這樣子 如果這邊也是有 有洞 那這個光波呢 它的波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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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長度 如果是這一個 波長 這個是如果叫做二分之波長的話 那麼現在這個L是 等於三倍的 二分之兩倍 那就是 L呢 共振槍長度 是這個半波長 的整數倍 的話 那這兩頭就被固定住了 那這個時候就 可以成為主波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雷射 的一個基本點 這樣可以吧 好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的問題 那以後光線 會變更大 如果說折射率問題 不是 天亮的那個 我不是那麼會變得更大 因為喔 通常折射率 在不同 如果 如果我們先想說 傳統的光線 傳統的光線 折射率中間比較大一點 旁邊比較低一點 那這樣的事情呢 對於 很寬的 寬平的波長呢 都適用 你只要一個波長 它中間 是對於 核心比較高 折射率比較高 旁邊的 折射率比較低的話 那其他的波長 大概也都是這個樣的現象 可是光子晶蠅呢 其實只有 一部分 平環 可以使用 被反彈回來 其他的 波長 它並不反彈光 那所以光會跑出去 所以你剛剛提到平環的話 就不見得會還是好處 但是它可以體積比較小 是這個 可以傳得更遠嗎 可以傳得更遠嗎 目前的技術 並不是以傳得更遠的問題 它並不能傳得更遠 因為光的衰減率還是會比較高一些 光子晶蠅 光線 那它的好處我剛剛講就是 比較小 體積比較小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個剛剛主持人 有跟我講說 要談一談我的 學習跟思想的 學識的立場 那我想我利用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留下這兩件事情 好 那我 我想要談的就有兩點 好 第一點呢 是我高中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我高中的時候呢 我喜歡做的事情是 玩電腦 跟彈吉他 那玩電腦這些事情 因為我那個時候 住台北 那在台北嘛 那個中華路 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有一排房子 叫中華商堂 大概 它的長度大概 一兩公里 很長 因為一排房子 那裡面其中有幾棟呢 它都賣電子元件 那我跟我幾個高中同漢同學 就很喜歡去逛那邊 然後去買一些電子元件 然後去買一些電子元件 然後回去來洗電路板 然後把那個電子元件 按上去 IC 按上去 然後做一些介面卡 那那個時候 我們我們的電腦 叫做Apple 2 就像這樣子 那有人把他稱為是坦克車 因為這個地方 像坦克車一樣 那我們那個時候 電腦這樣買來 沒有 兩村的電腦 沒有音效卡 所以我們自己去買那個 IC啊 電子元件 然後洗電路板 然後自己把它看上去 然後就弄出一個介面卡 然後插在電腦裡面 真的有音樂了 有玩電腦對不對 玩那個遊戲 就有音樂了 那時候就很緊張 那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 讓我覺得 我很喜歡 電子這方面的東西 那也因此 我在大學研考的時候 我填了 大部分的資源 都是電子元科系 那另外我自己 我知道我很喜歡建築 所以 我填了很多建築的科系 我大部分都是填建築跟電子 電器 這樣的科系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 在高中的時候 如果你還自己 還不知道自己 是什麼 喜歡什麼的話 可以用一些 課外活動 去探索 尤其現在各位 我相信好像有一些課程是 課外活動 被強迫的課外活動 那我們那時候沒有這樣做 我們那時候沒有社長 強迫的社長 那你要參加社長 是你自己興趣 比較主動的 那我那個時候 也沒參加社長 我們那時候 自己搬上幾個 覺得很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 去做 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那也就是 各位可以利用 這社長網友 去探索自己 的興趣在哪裡 那 去試一些 你覺得 你未來是 可能 想要走這樣 職業 或者這樣的領域的東西 去試試看 這是因為我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彈吉他 那我從小學 就會彈一些吉他 那到高中的時候 我開始認真去學 找一個老師 認真去學 那我發現我很喜歡 彈吉他 那雖然 後來到 後來有一段時間 我也嘗試的去看看 自己是不是 適合走 音樂這條路 那雖然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會去走 但是我會嘗試的去認識自己 那比如說 我就借了很多錄音的設備 然後 把自己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 試試看 能不能在短時間內 創作出一些 的科學出來 那後來發現 沒有辦法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比如說你想要當作家的話 你必須要能耐 你早上9點之後開始 就坐在辦公桌前面 開始寫 每天就至少寫個三千四到五千四 寫到晚上五點 你要是有這樣的能耐 一個禮拜做個三五天 你才有資格當作家 所以萬一 你要是沒有這個能耐的話 你必須測試自己 你沒有這個能耐 你不要選擇自己的職業當作家 你絕對做不到 那一樣 就是說你要走哪一條路 我舉的例子 其實是要告訴各位說 你想要走哪一條路 你必須要 你最好是做一些興趣的探索 然後測試自己有沒有那個能耐 那我 這個是反過來的一個例子 要告訴各位 我不要去走這條路 但是這個興趣我必須要保留著 因為我很喜歡 然後後來 後來我留學 留學到法國去 你知道嗎 其實在法國的時候 週末 有時候我會請同學 我在路邊彈吉他 其實就是照片 在路邊彈吉他 然後人家會丟錢他 那個他們 法國的丟錢 還蠻好玩的 是說 他會跟你說謝謝 他丟錢給你 會跟你說謝謝 可是在台灣 普遍看到就是說 你丟錢給人家 那彈奏樂器的那個人 跟你說謝謝 通常都是這樣 如果他沒說謝謝 你還覺得他怎麼 這麼不理好 會這樣 那這樣的感覺 你是一種施捨 你給他錢 是一種施捨 在法國的感覺是說 我是被尊重的 他丟錢給你 他跟你說謝謝 他喜歡你的音樂 所以他丟錢給你 那很好玩的是 有一些家長 他推著那個小朋友 有那個娃娃車 那有的小朋友 旁邊牽著會走路的小朋友 他會給那個錢給那個小朋友 然後那個小朋友走過來以後 他丟錢給我家 然後跟你說謝謝 那很可愛 然後還有 還有一間很好的回饋 比如說 有人跑過來跟我講說 請問你 是不是音樂學院的學生 聽到 聽到 雖然不是嘛 但是 是不是覺得很爽 就是這些事情 是要跟各位同學分享 就是說 那些興趣你還是可以保留著 那 當你 當你會得到 因為興趣得到一些回饋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 比如 面對你的職業得到一些回饋 有的時候我星期六 我去看其他 我都跟同學約四點 你們到某某咖啡廳集合 我請各位喝咖啡 那我大概從兩點開始談 然後 星期六 從兩點開始談到 然後四點 我大概就會有 足夠的錢 還會有省 去請所有的同學 我們大概五六個同學 去喝咖啡 然後這些事情 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 最難過的是那個服務生 因為服務生的話 算那個零錢 算一半點 算一半點 好 那另外就最後一個是 就是 留學 現在 能夠 也許這件事情 對各位來講得太遠了 不過現在留學的資訊 越來越發達 我們小時候 我們以前高中的時候 哪知道自己要留學啊 你身邊也沒有人留學啊 但是現在 現在各位的資訊 Facebook太發達了 你要知道一些留學的資訊 太容易 所以我相信 如果各位 如果及早去決定 自己想要留學的話 還蠻是一個好事情的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決定自己要留學 那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大概 班上三個之間的同學 都會有 想要留學的 準備 那 但是到現在 大學 我一個班上問起來 如果有三個同學 想要留學 已經不錯了 所以這個 這個風氣 是差蠻多的 那我蠻鼓勵的同學 出去留學 因為啊 其實你看起來 你偏體會得出來 你這一輩子 除了留學之外 你沒什麼機會 去認識台灣 你外國的一些國家 好好認識 你沒有機會 你說 觀光是一個好機會嗎 其實你根本就不認識那個國家 你只是出去放假支持 你想想看 如果 外國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他們去看了日月潭 看了阿里山 他們就認識台灣了吧 絕對不會 那就像是我們出去 觀光一樣 絕對只是去放上事情 去看看風景而已 你不會 不會真的認識那個國家 那唯有在孟室的時候 你認識那邊的人 你跟他聊天 你才知道他在想什麼東西 那你的視野才會真的 比較安靜一點 那我 所以希望各位 早點準備 然後讓自己有機會 在休學的時候就出國 那這個是最便宜 你最有 你最教得到自信同學的事 所以我像我的Facebook 還好多就是我 以前念書的時候的同學 那那個 那個友誼是 你之後工作以後 你求不到的 有很多你現在工作的同事 不會跟你Facebook連在一起 可是你現在的同學 你都會想要跟他們連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那個感情之外 那 所以我鼓勵 你要認識好的 好的 就是有好的關係 那一些朋友是國外的人 現在 開始準備 出去 研究什麼時候去論學 是 是很大的 OK 好 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唱的 就是叫做 那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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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這首歌 它後面幾句話 那也希望各位能夠分享 就是 最後兩句話 它是說 前前後後 我 迂迴迴迴的死難 那事實上 我們 我們在生的過程當中 特別在我們 小時候 那其實 你就是在死難自己 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我死難我自己喜歡誰 然後不喜歡誰 我沒有能耐做什麼事情 那我不要去選擇那個 那我很喜歡的 我把六正 他最喜歡的 我把工作的 的 職業 那 你 從小開始從高中即使做 差不多該做這件事情 那希望各位 就是在高中的 畢業的時候 你可以當手過路 進入你的 理想的學校 然後 不會有任何一個 遺憾 你 board 心癌 一些我 為意見我 會 我最初的愛 圍繞不中的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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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er不中的生態 等等 生態不中的生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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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